这一天是唐武德九年皇历六月初四 大唐王朝的心脏长安太极宫 正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沉睡 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的平常与暗想 位于太极宫北面的玄武门 地势较高是皇宫的制高点 在此可扶揽功成全局 负责把守城门的宫廷卫队正在换岗 没有人会知道他们当中的一部分 将在几小时后迎来自己生命的终点 历史的舞台已经搭好 沉默的玄武门即将见证一场 无比血腥凶险的惨剧 在经历了过去的惊喜与惶恐之后 这出惨剧的主角们将在这个清晨 一起用鲜血与眼泪为一切画上聚好 几乎一夜未年的李世民 已经在玄武门外等候多时了 在他的身边聚集了一群死众之士 唐朝初年的几位名将 玉池靖德 程咬金 秦书宝 张世贵等人 悉数在此 每一个人都全副武装面无表情 时间在几乎凝固的空气中慢慢流逝 此时的李世民非常清楚 自己的命运将在这个清晨迎来最为关键的一刻 胜败再次一举 剑城 元吉 灭绝人论 与后宫平备淫乱 淫乱不过 这种指扣是很严重的 一夜而未死 我们是朕 亲自审论此事 我们是朕 亲自审论此事 我们是 急早前来告诉朕 距离早朝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 参加早朝的大臣们 开始向宫城南面的太极殿集中 宫羽与太监们也纷纷出来准备开始一天的半路 27岁的李世民越来越感到紧张 因为按照这个形式发展下去 他擅自调动兵马在玄武人集结的消息中 很快就会传到咫尺之外的探业池上的李渊很重 李渊是一个被利用的人 他当时的想法是 这天要开会 是吧 这些兄弟啊什么人要对质 讨论是不是有迎来后攻的问题 可是没想到的这个所谓的会议 不过是李世民的一个调火离山之际 时间在寂寞中悄悄流逝 每一秒钟似乎都变得格外的漫长 就在这时 玄武门外大道上出现了两个深夜 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渊景景观 早上看 会来说 安静 很容易 你一定迅onic 看来 也或者噢 你的雷牛 还 Arena 后来 是 á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也永远无法知道 策马上前的李世民 究竟向他的两个亲兄弟 喊了一句什么话 我们所能知道的是 无论李世民当时说了些什么 他的弟弟李元吉 立刻用行动做出了回应 这也是最后的一次回应 当李世民喊了一句话以后 这相当于宣战一样 他是现身了 从隐蔽出现身了 但是跟他现身的不是一个人 那就出现一群人 一个包围圈可能也就出现了 是吧 那个这个御史静德呀 什么秦叔宝 程小金的 这些这个九九五夫都出现了 一个个全副武装 干嘛来的 这是看出来了 一个全副武装的人 忽然出现在李元吉的面前 而李元吉原来的预感 就是不妙 所以我想是这个事情 激发了他的这个范围 因为之前的矛盾 已经那么剧烈了 因为他头一天晚上 就预感不好了 大哥 找我个事 李世民搞发你我二人 引乱后骨 什么 这 所以不管叫 是叫三帝过来 还是叫拿命来 还是叫什么什么 这个我想不重要 这就是两方面 都有这种感觉 觉得这事没有能见 所以这个李元吉 当时第一反应 就是要设这个李世民 面对张公拔剑的力量 李世民反击的第一个目标 去直指自己的头号正敌 太子李建成 在他的计划 这个清晨必须是自己 这两个亲兄弟的死日 而身为太子的李建成 则更是第一死的第一目标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37岁的李建成 呆呆地愣在原地 亲眼看着身旁的一个弟弟 张公射向不远外的 另一个弟弟 紧接着又眼睁睁地看着 自己的亲弟弟李世民 娴熟地开弓 发箭 射击 常见的流笑而来之际 他的眼睛应该一直注视着 暗地李世民 他的亲弟弟 他的头号正敌 一切的恩怨在此刻 瞬间终结 大哥 大哥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唐王朝的三位皇子 转瞬之间就有两人伸手一触 围绕着太子之辈 而纠葛多年的兄弟纷争 在这一刻用最快的速度 做出了一个最血性的了断 历史在这里 除了留给后人一个血色的惊叹号 还埋下了几个 耐人寻味的省略号 根据记载 齐王李元吉武功过人 剑法尤其初衷 早年曾经以射杀 移动中的俘虏而引以为虐 算得上是一位 百步穿扬的神射手 这样的一位神射手 居然在生死关头 三次都没能射中 尽在咫尺的李世民 更值得完美的是 在李元吉已经达箭开弓的时刻 对面的李世民 却马弓射下自始至终 没有出手的李建成 难道他就不怕射术精湛的李元吉 会先他一步将自己射落马下吗 还是他事先已经知道 神射手李元吉在这个迷雾里 是不可能拉开自己的弓箭的 就是再三步 我觉得应该是搭箭没有搭上 搭了就扣上你才能射 是吧 才能拉 手要一抖就搭不上 他因为太紧张 就是再三步就搭不上 说多少要做才算 真是面对兄弟 真是想要射杀他 把这个内心的挣扎 内心的这种 不是慌恐或者是紧张 一定是非常剧烈 那么李世民 这是更好玩的你说这个 为什么有人射他 他不去射这个对手 却相反去射旁边的 没有达出弓箭的李建成 很简单 因为李建成才是很不好 只要一箭把李建成射死了 这个事情就好办多了 李元吉那是第二位 并不是说他预料到 李元吉一定射不中 就算他射中了 这时候李世民的本能反应 也是先把李建成杀死 这是一张唐代太极弓的平面图 从地图上分析 李元吉生命弓的最后一段路线 应该是从自己府邸的本能出弓 与李建成会合后 一起向西来到玄武龙外 历史并没有详细说明 李世民扶兵的确切位置 但如果李世民已经事先猜中了 他们二人的进攻路线 那么就不排除秦王府的扶兵 也许不设在玄武门以东的某个地位 这样当李建成与李元吉 来到玄武门后 就可以一举切断他们往东逃回自己府邸的退路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 那么当李建成与李元吉在玄武门外 试图回头之际 李世民出现的位置就应该是在他们的东侧 这样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当李世民现任之后 吃了一惊的李元吉不是快马加鞭的向自己的府邸逃跑 而是直接向自己的二哥开弓搭建 因为此时的李世民其实就站在他们后退必经之路上 在策马战力的李世民身后 李元吉看到的有可能是另一样东西 千军一发之际 李元吉却再三不古 最终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一个充满悬疑的句号 一千多年来 关于这位神射手在哪天黎明的异常表现 一直是后来所遇入的一个谜团 也许在这位性情暴裂 武力过人的皇子心中 虽然眼前的李世民与自己势同水火 但兄弟之间掌控后射的局面 依旧令他石料背极 内心的紧张再加上某些未知原因的干扰 最终导致了这位年轻齐王的悲剧命运 其实在这个血色黎明 同样表现失常的人并不仅有李元吉艺人 在成功射杀李建成后 十几岁就带兵打仗 奇术精湛的李世民 居然会因为没控制好马匹 而意外坠马深陷险境 可见亲手射杀大哥这件事 至少的那一刻 对年轻的李世民还是造成了极大震撼 肯定还是内心是有内疚的 因为虽然他会 好像后悟得意也好 或是受到压迫 受到几个逼迫也好 但终究对方没有动手 李建成后李元吉既没有叛乱 也没有想杀 他对方是完全在别人 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把他给杀掉 他还是有内疚的 短短的几分钟时间 大唐王朝的太子李建成 与其王的人情 双双丧命于玄武门外 李世民计划中的第一步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获得了成功 接下来需要处理 似乎只剩下柔和面见 咫尺之外的皇帝李元明 但就在这时 一个计划外的连锁幻影 却突然发生 作为计划的一部分 李世民事先早就通过各种途径 使得宫廷卫队倒上了自己一边 在他看来 要在第一时间从肉体上 除掉李建成与李元吉 整个太子党自然就会 树倒无孙散 但李世民还是低估了李建成部下 对太子的忠诚 席位车记将军冯丽 得知李建成被杀 叹息了 难道能够在太子生前 能受恩惠 而太子一死便逃避货难吗 于是 他率领东宫和齐王府的 精锐兵马两千人 及时赶到玄武门 准备为太子和齐王报仇 负负责守备玄武门的李世民部下 率部出城迎战 结果全部战死于玄武门外 东宫与齐王府的军队 随即开始围攻玄武门 一时间双方在玄武门下奋力死战 大唐王朝的攻城城门 变成了血流成河的战场 由于玄武门九宫不下 尘埋了东宫军队 开始转向陪攻李世民 自己的府邸 秦王府 这一变故 大大出乎李世民意料 因为此时 他几乎已经把府中 所有的兵马 都带到了玄武门 而秦王府 完全处于不设防的状态 一旦秦王府被攻破 留在府中的李世民家眷 势必性命不保 那样的话 即便李世民最终能够控制于局势 他在这个清晨 为自己的皇位继承权 所付出的代价 也将一笔惨住 通宫的军事范围 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 使得太军很强 他的军队套称是长宁军 是军队特别挑选 所以也都是能征贯战的 关键时刻 站在城河上的御池晋德 将李建成与委员席的人头 高高举起 这一举重 让丞相军攻军队 顿时势气打劫 从御池晋德 把这个头拿出来这个动作看 是因为城下很多人不知道 他才拿出来看 对不对 都知道了你要拿它看什么呢 因为他拿出来看以后 下面的反应呢很清楚 但是也稍稍可以报太子 我们也算努力过了 这样就散吧 是 秦王 东宫军已退 是时候禀王复活了 是 有谁吗 与我擦洗一番 跟着 末将明白 去吧 是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将御师公参见陛下 这人是何人作乱的 太子与秦王作乱 已被秦王下令出赏 秦王怕陛下守经 可派属下前来保护陛下 李渊见着义士靖的第一个念头 是认为义士靖来杀自己的 你是不是来杀我 其实是在问这个话 义士靖的话让他有了一点安心 就说太子秦王谋反 已经被秦王镇压了 秦王派我来保护陛下的安全 他也不想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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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王已经双双被杀 而杀死他们的却恰恰是自己的 另一个儿子李世民 秦王李世民在朝野内外的名声 与威望众人皆知 事实上如果没有李建成 羽翼丰满的李世民毫无疑问 是继承皇位的当然人选 如今李建成已死 李渊的嫡子只剩下了李世民一人 面对着玉池靖德沾满血迹的长刀与铠甲 几位皇帝禁臣的表现 已经明确表达了立场 摆在李渊面前的选择 其实只有一个 那就是痛苦的默认现实 这位大唐开国皇帝的心里很明白 已经六十岁的自己 不可能永远坐在皇位之上 早晚是要有人继承大统的 既然如此 还有谁能比眼下那位仅存的嫡子 更合适的人选呢 好 这正是朕苏来的信愿啊 好 那就请皇上下旨吧 传令 各军 一律听命秦王 一面东宫继续作乱 这是公开的抢权呢 皇帝说不图时有今日 然后问宰相 裴激不说话 然后陈淑达说 太子原来就没什么功了 从晋阳起兵 到后来打天下 都是秦王的功了 现在已经这个样子了 那还有什么选择呢 同意他就完了 那顺了吧就行了 所以皇帝就成为这样了 就按你说的办吧 尹迟靖德提出的这个要求 其实就是李世民的要求 李渊应允了这个要求 其实就是默认了既成事实 这也是那天早上 作为皇帝的李渊 所发出的第一道命令 李渊的照例 使得东宫与齐王府残存的人马 彻底丧失了继续抵抗的理由 转眼之间 他们由替太子报仇的一方 变成了犯上作乱的叛贼 没有人在这个时候 还愿意继续站在已死之人的一边 玄武门外的太子党军队一哄而散 留守东宫与齐王府的卫队 也纷纷散去 面对已经无法挽回的局面 为报太子之恩 而立战不止的冯丽对部下说 如此也可以略微报答太子殿下了 随即抛下兵器 独自离去 道光剑影的玄武门终于平静了下来 到了该面见父皇的时候了 李世民换上干净的朝服 把自己梳洗干净 他不是遇迟禁德 不能够也没有必要 用千军弟的先军去刺激自己的父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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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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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城 圆寄 他们都 都 父母 今日以来 朕极有投注之火呀 投注之火就是父母 不再跟我来劲了 一切都交给你了 反正就这样了 李世民也没有别的话可说 这话不说 可能比说要好 所以他抱着他爹痛哭 痛哭就可以多种含义了 他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 可能有悔意 不得已 我也很抱歉 反正这个诸如此类的意思 都可以在这哭声中表达出来 但是重要的是李渊的那句话 这句话是一个服输的话 从此以后呢 他就暗度晚年就行了 两个儿子在同一个早上伸手一处 而杀死他们的凶手 却是此时正在自己怀中痛哭的另一个儿子 面对李世民的眼泪 六十岁的李渊 想必也是老泪纵横 百感交集 他绝对不曾想到 自己在暮年还要经受丧子的疾难 李渊更不会想到 除了失去两个儿子 他的很多孙子们 也将从此与他生死两格 令丧王权 在占据东宫与齐王府后 李世民下令杀掉了李建成 与李源吉所有的儿子 连尚在强褒之中的婴儿也没有放过 除此之外 他还命令在皇家宗室的名册上 删除了所有李建成与李源吉的子嗣 政治斗争就是很残酷的 这么做还是必须的 就是你要消灭他的肉体 否则他会成为一个旗帜 会成为一个号召 如果别人要想站在他的旗帜下 再进行另外一些叛乱的话 就很容易形成 而且李建成的孩子都已经大了 并不是说是几岁的小孩 都已经大大概都十几岁了 如果还活着的话 如果一旦有势力 要为太子报仇打出这个旗号来 而太子的后代又活着的话 那是很危险的 所以必须要把它从肉体上消灭 政治斗争它就是这么残酷的 玄武门事变后的第二天 前一天险些带兵攻陷秦王府的冯利 主动现身向李世民请罪 罪臣冯利向秦王殿下请罪 说 主何为离间我兄弟 这冯利一听 嗡嗡一头就跪下 磕头承认错误 说 末将知罪 末将知罪 望秦王赎罪 然後唐太宗呢 就非常大量的 宽宏大量的 就说好吧 饶过你了 就过去了 结果魏征来的时候呢 他准备故技从演 所以魏征一进门 他还是问的这句话 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 说 如何为离间我兄弟 先太子早从睁眼 必无今日之祸 这人魏征不是找死吗 对吧 一想到呢 唐太宗听了这一句话以后 忽然就明白了 好像好多事都明白了 就不谈这个问题了 而是谈别的问题 所以魏征那句话挺重要的 太子不听我的话 所以失败 那说你什么呢 说你我跟太子关系 并不那么亲近 言听既从 这不就是 就没这个问题了吗 对不对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向太子提供这个建议 太子没有才能 可我没有向秦王 提供这样一个建议 秦王实际上做的 就是这么件事 这样的话就等于说 我跟太子的战略认识 有区别 但是跟秦王 是很近的 对不对 所以唐太宗听懂了 别人还没听懂呢 唐太宗听懂了 就说好吧 安排工作吧 你既然服了那就算了吧 玄武门事变后第三天 李渊下诏 策立李世民为皇太子 同时下诏 自今军国术士 无大小 西伟太子处决 然后文奏 李世民以太子身份 开始代行起皇帝的责任 而李渊从这时起便和外界断绝了联系 这位唐朝的开国皇帝 就这样在世人面前悄然笑识 整整两个月后 李渊将皇位传给了自己仅存的笛子 大唐王朝第二位皇帝李世民正式登记 没有人知道 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 李渊有着怎样的遭遇与心境 历史在这里留给后人的 是一段耐人寻味的困牌 我们如今可以从史记中查阅到的 只有身为太子的李世民 在这两个月中所作所 7月31日 以秦王府护军秦琼为左卫大将军 玉池公为右武侯大将军 8月3日 以黄玄陵为中书令 长孙吴继为吏部尚书 杜如惠为兵部尚书 8月4日 以前天策府兵曹参军杜燕为玉使大夫 右内副帅张公瑾为右武侯将军 右内副帅李克施为领左右军将军 至此李世民集团成员和支持李世民的官员 控制了国家的要害部门和职位 完全掌握了全国军政大权 有些学者就分析 就这个时候开始呢 实际上李世民已经派兵 把他给软禁起来 然后就把他给用到宫外面去住 就是他住的宫 就是原来李世民住的宫义宫 后来被改名叫扎安宫 他最后就去世这个宫里头 这些学者分析可能是有道理 那就是说他把软禁起来实际上 一切权力都已经归了李世民 作为开国皇帝 作为父亲 李渊也许曾有过最后的幻想 在他对儿子进行了妥协后 六十岁的他希望能和李世民 逐渐走路正常的皇帝与太子 父亲与儿子的亲情关系 就像过去九年他和李建成 所一直维持那样 但最后这种幻想终于破灭了 不管是他自己觉悟的 还是和李世民之间 有过某种形式的沟通 李渊终于明白 如果他不想结束自然生命 恐怕就只有主动结束 自己的政治生命 才能让那个硕活仅存的儿子 彻底安心吧 李渊的意志力和自制 保全了他自己 客观上也阻止了一个 为夺取皇位而突侵灭门的 惨剧的发生 玄武门之变以最小范围的牺牲 使李世民在事变前夜的规划 得到了最圆满的实现 这个是李渊的一个性的落点 应该说玄武门之变 和他之前的处置失误是有关系的 如果说他在比较早的时候 就意识到李世民功高难赏的话 那你应该挫折一下他的功劳 不要实实处处 都让他去冲在前头 或者说你给李建成更多的表现机会 然后让他能够在这个陈寗心目中 树立起更高的形象 或者你就这个壮士断腕 就算李世民有非常大的功劳 我也要保证太子的安全 我一定要把他拿下 或者你就说我更愿意欣赏一个英才 而李世民他这么年纪轻轻 就有这么大的功劳 我认为他是一个不适出的君主 就干脆把李建成拿掉 无论哪一个他都可以做 但是他最后都没做 所以最后才成了皇帝 其实是一个被人利用 被人左右的这么一个角色了 然后下面帝国乱成一团 所以我想可能他的这种 一些心情的重视 这种老谋深算的 在一定程度上也误导了他 使得唐朝在一次建国之后 还要来一个再次建国 其实学我们之变 我认为是一个再次建国的过程 公元626年10月26日 登基还不到两个月的李世民下诏 吹风已故太子王兄李建成为西王 士号为尹 士为西尹王 皇帝齐王李元吉为海陵郡王 士号为辣 士为海陵辣王 以皇家散礼重新安葬 李世民之所以要这么做的动机 恐怕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 是为了稳定人心的政治需要 还是为了贫富心中那份 无法抹去的内疾 又或是二者皆有 据说出葬那一天 李世民大哭一场 显得十分哀痛 身为李建成旧臣的魏征 上表请求 陪送铃车到安葬地 李世民答应了他的请求 并命令原东宫和齐王府的 幕僚署官都去送葬 李世民登基后的第二年 改年号为贞官 中国历史上 无比辉煌的贞官之志 正式开启 贞官十六年 公元六百四十二年七月八日 李世民正式下证 恢复了李建成皇太子的封号 此时距离玄武门之变 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六年 没有玄武门之变 就没有贞官之治 因为不通过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就当不了皇帝 他就没法统治他那个时代 那么从贞官之治的角度讲 他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 他希望人们 淡忘给玄武门的记忆 多一点正面的记忆 那他怎么做呢 他只能把天下治理得更好 让大家能看见他的正面成绩 那那个负面的事情呢 就会记得少一点 就是正面分多了 负面的分就会自然就会少一点 所以也有人认为呢 这是玄武门事变 对贞官之治的又一个影响 这个影响就是因为皇帝有原罪意识 所以他要改变这种印象 所以就更努力 使得他主观上更努力的建设国家 就成了贞官之治 唐朝历代都有撰写史学实录的传统 按照规定 当朝皇帝不能审阅实录中 与其相关部分的内容 李世民继位之后 一直很想看一下高祖实录中 关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 玄武门之变的记载 最终这位皇帝 还是如愿地看到了这段内容 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他希望使官能够向描写西周时期 被迫杀死兄弟 以保天下的周公那样描写自己 他非常刻意地营造了这样的一种形象 所以实际上我想玄武门之变 对他的心理是有影响的 他从这件事上深刻地认识到 自己的逆取这个特性 他当皇帝当中的证 说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我认为他仍然是一个国家大的人 起促心特别 他从18岁就开始参与建博 在参与建国的过程中 越来越相信自己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 然后他就觉得我如此优秀 为什么我不能够当皇帝 产生了这样一种愤奔之情 最后通过选我们之变 终于当上了皇帝 但是仍然是因为他起初天下 他不满足于仅仅当皇帝 他要当一个皇帝 实际上都是来自于同一个起初心 我要成才 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只不过伟大的人 他的工作是分阶段性的 当我面临战争的时候 我是一个伟大的战争英雄 当我面临治国的时候 我是一个虚心大剑的皇帝 真观二十年 李世民主持修禁书 他亲自写下了这样一段 意味深长的史评 古人有云 积善三年 知之者少 惟恶一日 闻女天下 可不未然乎 也许在这位名垂青史的 大唐皇帝心中 无论自己日后的政绩有多么辉煌 有一个心结 他却始终无法解开 自唐代以后 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玄武门之变后 李世民因为惧怕兄弟的鬼魂 前来索命 于是派玉池靖德 与秦琼担任门前首位 但后来因两人年老 无法长期担任 只好转绘至两人的画像 挂在门口 成为后世门神的牛奶 无论这个传说是否舒适 公元626年7月2日 发生在玄武门外的那一幕 毫无疑问 是李世民永生难忘的一道记忆 当他在朝堂之上 接受群臣朝拜之计 当他在书房批阅公文之客 兄长临死前充满惊恶的眼神 以及东宫之中 职儿们绝望的哭嚎声 也许时常会在他的眼前 与耳边闪过 玄武门之病 对于李世民 与他的贞观之志而言 如同温暖春天到来前的 一个被刻意忽视的寒意 虽然这个寒意抹上不了 整个春天的满满暖意 但却依然寒畜无所 细究之下 一千三百多年之后的今天 依旧令人不寒而厉 马上不乃 这条本宫不得着 他的战争 这条本宫不停 再避免 这条本宫不得着 安怪本来日子